老杨到处说 有一个很有趣的政治文化现象 就是怀恋长者 也就是怀恋江泽民的 和点赞胡温 这些日子 就变成非常有趣的一个焦点 那到底要说明什么 所谓的长者就是江泽民吧 那么好奇怪的是前几年 忽然间出现一种怀恋他的 一个风气 没有他的段子了 现在很多都是说他好的东西 那么怀恋长者 现在当家当然是不乐见了 是不是 因为他也不容易 因为现在有两任的总书记 现在都还健在 都还健在 尽管胡锦涛反乎声明他不干政了 但是他毕竟是一个存在 那江泽民没有说他不干政 但是虽然年纪也大了 九十来岁了 要干政也没什么力气了 这一段时间 你会发现长者的怀恋少了 但点赞胡温的多起来了 长者在位的时候 其实我刚才说过了 经常成为民间社会私下调侃的对象 这个很多调侃 这个诸如此类了 胖什么裤带子腰到哪里上 还有哪一个歌手跟他有什么暧昧 其实这东西是不识之词 但是人家就乐意 再成了一种情绪宣泄 但不管怎么说 这位长者 他毕竟是接受过完整的大学教育 是民国时期的教育 他跟朱隆基都是 基本上都是民国后期 建国初期 这个大学教育 他们都懂得外语 一门甚至两门 这个俄语英语 这个江泽民还是比较熟练的 那么朱隆基呢 虽然当然二十多年的右派 但是英文没有调 他们都能够比较直接的了解 外面的世界和外面世界的资讯 江泽民主政的时候 终于在关键的历史节点上 跟紧了邓小平 落实了邓小平的邓南巡的精神 开始不怎么说和平演变的东西 确定了初级阶段论 接受了不争论 一门心思的搞经济 闷声发大财 舆论环境也比较宽松 国际形象在那个时候 比较容易被接受 偶尔会来挤句外语 偶尔还会用外语发表演讲 性质一高兴起来 还会唱我的太阳 这个实际上来讲 现在看起来还是比较亲民的 当然上海人的政治性格 比较喜欢倒江湖 对香港问题提到了井水不换河水 那么对俄罗斯的关系划定了边界 去除了百万大军 这个伏被受敌的隐患 这一点来讲他还有很多功德 我们今天就不啰嗦了 江泽民还有一个在第九届还是第十届的 全国人大会议上 在哪一个上海市还是哪一个代表团 还是湖北的代表团 讲了两段往事 第一呢 因为他年轻的时候是在武汉工作过 他有很严重的这个胃溃疡 那么通过怎么样来解决这胃溃疡的病呢 他打坐 休禅 然后呢 后来他呢 当了总书记以后呢 对各地的活家的这个著名的山门呢 很感兴趣啊 这个也是众所周知的 是吧 有一年呢 在韶关过年 那炮兵的第一师呢 准备得非常好 要接受军委主席的检阅 但是他住了几天 一步都没有夸进银华 反正是南华市去了好几趟 这个就不说了 好了 他自己也亲自介绍过 他曾经因为作为一个地下党员 要接受党的这个 组织的安排 在1949年呢 他接受的党组织的安排 他要潜伏到台湾去 那台湾的潜伏地点呢 是日月潭水电站 那么这个职务是什么呢 水电站的技术源 是他学电机的吧 所以呢 有趣 他自己讲 后来呢 又已经的送别的饭都吃完了以后 发现呢 党呢 又改变主意了 说你留下来 不用再去了 所以他就留下来 留下来他的人生的故事就不一样了 如果呢 跟着到台湾去呢 搞不好多了一个劣势 或者多了一个自首的叛徒 或者多了一个相安无事的一个技术员 但老了以后呢 在我们大陆自由行啊 到日月潭的这些游览的时候 会有一个姓江的一位先生呢 义务当导游也不一定 所以人生的召绩真的是很难说啊 可是讲到江泽民我顺便呢 啰嗦一下有这么一段 香港文汇报有详细的刊载 大家可以去查一查 江泽民已经90多岁了 那么对中国政局的影响力 显然不会像外面想象的那个样子 朱镕基当然也是 老同志顶多就是发发牢骚 说说怪话 如果自己家里的儿子 孙子 媳妇什么东西 有什么把柄抓在别人的手里 估计也不敢随便的吹胡子瞪眼 那么对胡温的体制的点赞 有趣的是他主要集中的几点 第一 认为胡温体制执政十年 从来不以大国自居 第二 胡温体制十年减轻农民负担 废除了农业税 第三 相对于过往来说 他尊重人权取消了收农战 废除了劳教条例 那这就是跟孙志刚这个案子 南方都市报的不遗余力 那么还有一些法律界的朋友的推动有关 当然也要及时广益 悉心的接受人民群众的意见 才会有尊重人权这样的评价 第四 每年百分之十 连续十年给退休工人增加养老金 当然现在我们从记者会 李克强也讲了 也要切保这三亿多养老金的人 还有增加这一点 政策还是有延续的 第五 外事厨房 基本不带夫人 其实还是带的 只是带的次数不会那么多 那么当然那些夫人的表现也比较低调 那我说的是温总理的出访 基本上是不带夫人 但是胡锦涛还是带的 第六 不轻易在国内举行大型国际会议 不轻易 也不是说没有举行 举行的次数没有那么多 这倒是事实 第七 发生自然灾害 立即亲户灾区视察未问 那主要是他们在任的时候 自然灾害也发生了比较多 这也是事实 第八 在北京 不大搞各种场馆建设 以序名利 我想这一点也算是身体力行 第九 平稳外交 以各个国家的关系相对比较和谐 第十 不搞个人崇拜 不大肆宣传个人 这一点应该说比较突出 第十一 提的科学发展观的口号 务实 易于人民群众接受 当然现在这个科学发展观也不提了 第十二 港澳两个特区 十年内没有发生重大的骚乱 骚乱还是有的 但相对比较平和 尤其是温总理到香港来访问 那么早上离开第二天下午就 当天下午的三点半香港就50万人的游行 这也是有的 但是不像现在那么的暴力 也没有持续的时间那么久 第十三 任期两届不留恋权威 全身裸退 党的十八大闭幕那一天 我在人民大会堂现场 就很奇怪 这个整个这个会议的开放 实际上延宕了一个多小时 有人说里面打起来了 谁跟谁打 当然有名有姓 有人说里面胡锦涛临时发表了一个重要的讲话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这样的证实 但是那一个小时显然是个悬案 显然是个悬案 那么他们讲到 第十四 举止文雅 有学者风度 第十五 从不提过期口号 无为而至 第十六 最早提出不折腾的口号 警示国人 第十七 光明磊落 从不在党内拉帮结派 这个好奇怪 居然有人给他归纳这么多的好处 相应来讲 当然也有人对这八年也有一些归纳 提了一些他们的看法 比如说千年大季雄安 现在投了很多的钱 那么现在是什么样子的 没有人知道 那么现在又提了海南的 这个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 特别谈到了这个 有六不准 六不准的这个社会主义自由贸易港 会搞成怎么样呢 也没人知道 第二 谈到了一带一路的问题 就现在的问题可能比成效多 第二 还讲到亚投行 要跟世界贸易组织 世界银行平起平坐等等的东西 他认为目前还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那么第四 香港他认为搞砸了 不得已要第二次的回归 第五就讲到台海关系 现在处于极限爆炸的边缘 第六 当然中美关系 现在是自由落体 比自由落体还要糟糕 第七 中俄关系也处理的 不是像所想象的那么牢不可破 就担心有点湖被受敌 第八 讲到修宪 讲到领导人无论期的约束 那么第九 高调的纪念 马克思一百周年 我想这一点我是有保留的 共产党不以马克思主义 为他本身的这个理论的指导 他以什么为指导 所以他高调纪念 我认为也是正常的 因为他所说的这八年来的情况 都不是盖棺论定的事 但是可以看出的新的历史条件下 红旗到底能够打多久 这样的担心 不仅党内有 党外也有 海外有 国内也有 正处于一个百年未变局的 历史大漩涡之下 执政党不断地强调 它的底线思维 强调弄得好一片艳阳天 弄不好苏联的昨天 就是我们的明天 要解决的问题其实是两句话 中共向何处去 中国向何处去 那么郑永年呢 因为他是国师级的大师 他又提出了一个世界 两个体系 两个市场 中国的问题最专键是 还是穷 那么中国很显然 在这两个市场 两个体制是想当老大的 那么这想当老大 他是前几代领导人 所没有的报复 我们希望他这个报复可以实现 但是现在正是一个 关键的历史节点 也难免呢 民间社会有那么多的说法 那么多的断子 那么多的怀念 那么多对不折腾的肯定 老洋可以说 老洋到处说 我们就孤望听之吧 不折腾的肯定